黑子聊事記 甜甜ACG 大家好 我是黑子 現在這個畫面大家可能有些陌生 有些熟悉 沒有錯 今天要發布的就是世紀帝國2決定版 全新的DLC 天年史 希臘之戰 發布時間應該會是在11月14號 正好是決定版發布5週年 而今年也是二代AOK版本發行的25週年 本次的遊戲內容由Capture Edge 也就是建立二代觀戰系統的團隊所推出 根據知名二代模組 Rome and War 為基本架構進行創作 本次推出三個西元前文明 雅典 斯巴達 阿契美尼德 以及全新的戰役內容 一共21關 要注意的是 三個新文明機制與目前的45個文明有許多差異 由於還在NDA禁運期間 本片不會示範實際遊玩與戰役內容 僅會介紹三個文明的科技術 此期文明操作與戰役影片 將於台灣10月31號推出 記得訂閱黑子頻道 才不會錯過世紀系列的新資訊喔 接著先讓大家看文明圖卡 初步了解文明特點 再來逐一介紹三個文明他們詳細的科技術內容 我們先看一下關於戰役的部分 戰役目前看到的數量總共是21關喔 我應該這幾週會先把這21關破完 然後10月底的時候上戰役的前三場戰役的影片 他每個戰役其實難度不太一樣喔 整張地圖有些是純路圖 那也有海路混合圖 你可能需要去擊敗多個勢力 強佔多個據點 所以每一關的時長會不太一樣 有些相對簡單 那有些相對就真的是蠻困難的 尤其是你要先海戰打贏 然後再轉陸戰的時候 花費比較長的時間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這三個文明的科技術 但是在開始之前 我們看一下UI的部分喔 這邊多了一個古代模式 他有特別提一下這一個新的DLC中呢 他們新增了一個在海上可以獲得黃金的來源 牡蠣 他目前是只有這三個文明可以去採集的 不確定是不是要勾這個模式才可以讓 既有的45個文明都可以去從海上採集牡蠣來獲得黃金 這也算是一個在概念上有一個新的轉變 就是 其實海上有黃金這件事情呢 並不是在世紀帝國系列第一次出現 那也很高興在二代也多了這個元素 融入在遊戲內容之中喔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科技術 那在開始之前呢 還是要先講一下這三個新的文明 他們有些共通的特點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阿契美尼的 首先共通的特點是呢 他們沒有火槍兵 但是有一個叫婦弩兵的特殊單位 必須要在學院點擊火焰劍生產 另外呢 他們也多了共通的海上的軍事建築物 造船廠 造船廠呢 它有點像是碼頭的進階版 它也可以去生產更為特殊的船隻 包含像降帆船 戰船 以及燃燒法 還有時代3的投石箭 那這投石箭其實就像我們所熟悉的這個炮船 那這邊它是真的把投石車裝到這個船艦上 然後研發火焰劍之後呢 就可以去訓練聚魚怪 超遠程對建築戰艦 可以加快附近戰艦的攻擊速度 好 那接著回到前面的部分 除了婦弩兵之外呢 他們也有一些共通的兵種 就是希臘步兵 希臘步兵是雅典跟斯巴達可以訓練 但是阿契美尼德就沒有 但是阿契美尼德也有一個屬於它特殊的單位 戰爭戰車 這個戰爭戰車雅典跟斯巴達沒有 然後如這個文明所述喔 它是工兵跟騎兵的文明 所以我們接著可以來看一下寶兵的部分 寶兵的部分呢 有一個特殊單位叫不死軍團喔 它是一個可以在長矛兵以及弓兵之間做切換 所以呢 它可以切換成弓兵去打步兵 它可以切換成長矛兵去反騎兵 那缺點就是不擅長去對抗弓箭手 但是其實我覺得它的射程跟攻擊力還是不錯 說要不擅長對抗弓箭手 我覺得倒沒有說會有真的這麼直接的相可 那基本的射程就有5了 在操作上方面來講應該還是有一個操作的空間 那加上它本來就是一個強大的騎兵文明 由不死軍團切換近戰跟遠攻的時候呢 再搭配它的戰車去做進攻其實相當的不錯 接著呢 一樣是三個文明都有共通的特點 就是它們都有兩個銀罐跟兩個金罐 目前圖標的部分還沒有做修改喔 所以看起來都長得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 波斯持盾步兵 它就是給長槍兵有一個光環 會給附近單位加1的遠程護甲 另外一個就是乳尾箭 它可以讓工兵遠程的不死軍團 戰船的射擊速度提升25% 非常強 這邊如果你去搭配這個不死軍團去升這個乳尾箭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再來是刀輪戰車 戰車可以獲得一個踐踏半徑的提升 然後卡爾達是步兵跟弓兵加15%的生命值 那這邊都是二選一 沒有辦法做重複的升級 所以我研究了卡爾達之後 就沒有辦法研發這個戰車的相關的金罐 那戰車它是一個踐踏傷害的騎兵單位 所以它的作戰一樣是進戰 它會產生一個範圍性的傷害 然後在後面的部分 還有一些關於這三個文明有的特殊的科技 尤其是在這個聖殿的部分 你看到這些圖標其實都改過 但是裡面提到的這些內容 其實在既有的45個文明裡面 你都可以看得到 TC的部分也多了一些新的東西 這也是這三個文明都有 他們在各自TC都多了一些新的功能 阿奇美尼德這邊是多了叫做總督府 這三個其實都是總督府 但是就是不同的升級 分別有三個 一個是經濟城鎮中心 軍事城鎮中心 以及防禦城鎮中心 那這三個效果 各自有各自的強促 通常一開始的這個主TC 應該會直接去點這個經濟城鎮中心 讓阿奇美尼德在時代二 就有一個相當不錯的資源採集效率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一個不是共享的 對科技點了之後呢 並不是說你之後蓋的每一個TC 都可以直接獲得這個功能 每一個TC它都是各自去獨立的 也就是說你可以決定說 今天我研發了這個經濟城鎮中心之後呢 我在新蓋的城鎮中心去選軍事或是防禦 那就變成開多TC的時候 你要去確定說哪些建築物 必須要放在哪一個 軍事城鎮中心附近的TC 來提升工作的效率 並且呢這三個也是一樣 三選一 點了一個之後就不能選其他的兩個 沒有辦法說一次三個全部都點起來 只能三則一喔 好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一些肉看的 包含像剛剛有提到的總督府 造船廠工作提升15% 然後馬舅的科技提升50% 光是靠戰車還有它的不死軍團 還有它相關的銀貫跟金貫 它真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工兵跟騎兵文明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斯巴達 斯巴達它是一個步兵的文明 可以看到它的步兵線是非常的齊全 並且有這個希臘步兵 特別是它在時代3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升級成精銳的希臘步兵 所以它的工兵線跟騎兵線就相對比較弱 這邊時代4都沒有 這邊騎兵也是都沒有 那戰戰戰車是剛剛那個阿奇梅尼的獨有的 並且斯巴達它不是一個強大的防禦文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學院有一堆科技都是暗的 只要是跟牆阿建築有關的都沒有 它甚至也沒有工程工程師 然後呢在牆的部分也就是直接沒有給蓋石牆 都只能蓋木牆 城堡部分可以生產三百壯士 三百壯士這邊一樣有翻譯的問題 它是一個斯巴達重裝步兵 又有較高生命值擅長對抗步兵跟工兵 在時代3去搭配這個三百壯士希臘步兵 快速的打一波我覺得強度會蠻可怕的 我們可以接著來看一下金罐跟銀罐的科技 首先銀罐的部分長槍毛兵全民速度訓練提升50% 那這邊一樣是二選一 沒有辦法兩個都拿大量垃圾兵的戰術 這個還蠻適合的 短鍵的部分是對方有10個軍事單位了之後呢 我的希臘步兵跟蔣帆船的攻擊力可以加1 最高加到3 這一個效果我覺得也是打一波的時候 希臘步兵打一波還蠻不錯的一個科技 那缺點就是對方的兵量要夠 才可以獲得這個額外的加成 好接著看一下秘密警察 這個也是非常強的科技 基本上打陸戰都會直接綁定選這個 海戰的部分 博羅奔尼薩聯盟加快戰艦訓練提升 然後堡壘產生黃金 個人覺得它的整個黃金 城堡產黃金的效率沒有那麼明顯 我是覺得這個還好 如果是不是要打海戰的話 這個並不是會讓人特別想點的金冠科技 再來是看到TC的部分 這邊在斯巴達的文明敘述 可以看到公民時代跟古典時代可以免費生產戰爭統帥 它的免費生產呢是包含在一開始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給你一隻 時代2給你一隻 時代3再給你一隻 總共可以拿到兩隻 那並且呢這個戰爭統帥呢是免費生產的 當你這個不小心死掉了 你可以直接回到TC再點戰爭統帥讓它生產出來 然後生產出來它當然需要跑條 那跑條時間我覺得也沒有到很長 接著它除了它自己本身呢有回血技能 免疫招降 而且它還有這個給附近軍事單位的攻擊速度增加15%的這個效果 非常可怕 那另外也可以透過後升級包含加攻擊力加2 然後獲得一個抵抗投射物的護盾 這個我自己實測是可以承受10隻TC的劍 非常強 可以抗很多傷害 這個護盾打掉之後呢它又慢慢的會恢復 所以呢如果沒有一口氣先把它的護盾打掉 是沒有辦法激活把戰爭統帥打死 再來是皇家衛隊長 可以提升50生命 以及它的訓練速度提升33% 因為它是免費的嘛 那透過點了這個之後你可以更快的拿到這個免費的戰爭統帥 如果它死掉的話 那另外還有兩個光環科技可以選喔 一樣是做一個二選一的選擇 一個是光環半徑增加持附近軍事單位 恢復生命值喔 一個可以移動型的小型犬水 那另外這個是加移動速度 也相當不錯喔 一個加移速一個加攻擊喔 這個步兵流會非常的 這個移動速度快 然後攻擊力 攻擊頻率又很高 非常的強大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說斯巴達真的是一個步兵線專屬的文明 然後在各個部分來說 其實我覺得在步兵線來講整體完整 那打到大後期的話 對於斯巴達來講就會比較弱勢一些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雅典人喔 雅典人同樣有非常多有趣的科技 他是步兵跟海軍的文明 政策風格可以在城盛中心中做切換喔 分別有三個喔 經濟、海軍跟軍事 可以看到TC這邊總共會有三個可以選 然後你每切換一次要花50塊 這個不同於阿契美尼德或是斯巴達 他沒有說綁定說你點了一個科技或是研發了一個效果 他就只能折一 他是三個可以輪流交互人跳的 一開始他都綁定給你的是經濟政策 村民工作的更快 那實際上快多少 我還沒有實測出來 那接著是海軍的部分喔 這邊就有寫出來說 訓練速度更快 然後黃金的費用會減少15% 然後這邊的話是近戰單位的訓練速度更快 擊殺單位可以獲得黃金 但這個黃金超少 一個單位就三黃金 不是建築物他必須是單位 不管你擊殺造價多昂貴的單位 或是造價多便宜的單位 都給你三黃金 所以這個爭議的效果是比較沒有 像阿契美尼德他去切換這個經濟TC來得更明顯 這個爭議我覺得因為沒有很明顯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這樣子 他就沒有特別把他的percent數寫出來 然後每一次切換呢 就必須要去花50金 下一次切換會變100金 最高會變成150黃金 但他相對是彈性的 不會綁說一個城鎮中心就綁死在一個政策上 拔木工會緩慢的產生食物喔 這個效果 文明的效果是 我這個村民沒採石木頭 可以額外獲得一肉 這個肉會直接送進你資源庫裡面 直接自動上角 他不需要說 我要拿著這個石木頭 放到TC裡面 才會獲得這個一肉 他只要採了石木 就直接會拿到一肉 希臘步兵的移動速度提升15%喔 我覺得這個其實有一點跟斯巴達的小重點喔 因為我們剛剛有看到斯巴達的科技有一個 加步兵移動速度的 那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單純直接給步兵 希臘步兵的部分讓他有移動速度 另外他有個特殊單位是將軍 所以我們也移動到城堡的部分來看一下 城堡部分這邊可以生產將軍喔 他也是一個可以給予附近單位 加1攻擊力帶有光環的特殊單位 那並且呢 他有特殊的銀罐跟金罐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步兵旅指揮官 將軍可以為附近的近戰單位 提供額外加1傷害 並且擴大他的光環 並且將軍可以因為你點了這個科技之後 變成加2 非常的強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個 伊菲克拉底戰術 毛兵的投射物獲得加4的虛力攻擊喔 這個一樣是像我們生女招想要CD 這個也是一個CD的技能 毛兵的初始攻擊力 包含研發了兵工廠科技之後 你可以額外再獲得加4 他第一發射出的攻擊力會特別高 接著經過技能冷卻之後 他又可以再扔出一次 具有高攻擊傷害的戰矛 非常強 但是這個就是綁定毛兵啦 如果要點的話 這個毛兵線就要盡快的先做一個提升 不然選步兵與指揮官 其實會是一個出這個寶兵 然後去搭配你的步兵線比較強的一個做法 金罐的部分呢也是非常不錯 希臘步兵33%的黃金花費 會以額外的食物花費取代 這邊我有在圖卡上面把資源量補充在上面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原始這邊是55-30 科技研發之後呢就會變成65肉20斤 總資源量是一樣的 都是85 提洛同盟的部分呢 公兵和婦女兵的移動速度可以提升10% 也是一個相當不錯的公兵科技 變成大家可以去選一個是讓希臘步兵 變得比較吃肉 吃黃金少一點 或者是提高你的公兵跟婦女兵的移動速度 那一樣要記得要研發火焰箭 團隊加成就是造船廠科技研究提升50% 在文明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目前看起來 斯巴達阿契美尼德跟雅典 是可以同時跟其他既有的文明一起做遊玩的 那這邊就會變成說 像有一些新的海上可以採集牡蠣 就要看官方去怎麼設定 那這部分呢 等時機遊玩的時候 我覺得會比較清楚 因為目前看起來 編年史新大之戰它是一個獨立出來 不同於現在二代的內容 它是一個獨立的架構 我覺得世界帝國團隊在跟這個 失落帝國還有Capture Edge 這兩個團隊去做新的內容的時候呢 他們也會去盡可能去讓整個遊戲內容更豐富 就不會變成說只有綁定在一個 特定的一個架構下 有一個新的一個框架 就可以讓更多新的遊戲的元素 或是系統可以融入進來 我覺得是相當不錯的 也就包含之後可能是不是 在玩多人遊戲的時候 也會變成這三個文明 特定的一個規則下 也是可以跟其他的45個文明一起去做遊玩 我覺得也是有機會 這樣就是本次的資訊 那記得要訂閱黑指的頻道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CD我資訊喔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